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正式来开始我们小爬虫的编写 那么我们现在在我们的Spider这个包上面生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块 好,然后我们在Spider这个模块上面来写一个类 我们尝试着用面向对上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爬虫 好,Spider 好,我们先站位幅把它站住 好,那么下面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我们说了我们要分析这样的一个文本 并且把我们需要的数据从文本里提取出来 但是现在我们的文本在哪里呢 我们的文本现在还在网站的服务器上 所以说我们要来模拟一个HTTP请求 并且通过HTTP请求 从服务器上把HTMR的文本数据能够 获取下来 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在Spider上面来定义一个函数 FigContent 获取内容 好,这里大家看到了 我在FigContent的函数前面加了两个这样一个下滑线 因为我认为这个FigContent 我是把它给设置成这样一个私有函数的 我们不说函数 在类里面我们正确的叫法应该叫做私有方法 好,然后我们就要在这个FigContent里面 来获取我们的这样一个网页的内容 好,那么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种 获取HTML的这样一个比较方便的一种方式 当然在Python里面模拟HTTP请求去抓取数据的这样的一些方案有很多 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样一个Python自带的这样的一个内置的库 好,我们fromurl9 好,这个是一个模块 然后我们import这样一个request 那么我们将通过request对象来获取我们的HTML网页 好,request对象上面有一个方法叫做urlopen 好,这个方法可以接收一个url 这个url就是我们要抓取的网页的地址 好,那么我们在哪里去拿到我们的网页的url 这个问题是个废话 我们打开了网页 它的url就出现在这个上面 好,然后我们把url给复制到 我们的代码里面来 然后我现在怎么来保存url 我们可以考虑在spider这个类下面加上这样的一个类变量 好,用这样的一个url来保存我们要抓取的网页的地址 好,接着我们可以把spider上面的url 传入到我们的request.urlopen里来 好,那么读取类变量的方法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实力方法里面读取一个类变量 那么我们用spider.url 可以访问到这个类变量 好,这里别忘记了 实力方法这里是需要有个self的 好,这个函数调用成功之后 我们来用一个变量 我们来保存下 urlopen的返回结果 read 方法才能够把html给读取出来 好,代码写到这里 那么下面是我的一个建议 如果你是一个代码新手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代码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去运行一下我们的fetch content 看一下我们的html 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老手的话 你确实可以一口气的把整个的spider内都给完成 完成了之后 在集中精力进行这样的一个测试 看看对不对 但是对于新手来讲的话 事实上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html它的结果是什么 后面的代码 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写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样一个建议 好,那么由于我们的方法设置的是私有方法 对不对 好,我们再写一个这个类的入口方法 我们就叫做go self 好,然后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调用一下发起content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我们并不需要返回结果 等会我们来看如何进入这个发起content的方法里 好,那么大家注意看这里 我把发起content设置的是私有方法 然后go很明显 它是一个公开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的go方法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spyder的一个入口方法 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在类的外部 来把spyder给实力化 我们就在下面来写一下 spyder等于大写的spyder类 好,现在spyder就会实力化了 然后小写spyder对象 调用它go方法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成功的调用我们的go 然后通过go来调用发起content 按照我们之前所有课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都在这里print降临HTMS的 对吧 好,那么我说一下 这个print的调试方法非常的不好 我并不推荐大家在一个比较复杂的代码 逻辑性比较强的代码里面print 因为你用print的话 你会发现到处都是print 而且你的print只能看到一个变量 这些过程中的变量 你是都没有办法看到的 如果你想看你的整个的运行过程中的 Slow的变量的话 你需要加入很多个print 把每一个变量都打印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很不好的方法 好 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说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叫做断点调试 好,断点调试 好,那么在演示具体的断点调试之前 我要重点强调一下调试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调试这两个字 其实它的意义是很广泛的 我们无论用各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用这样的一个print 我们之前的print 这个算是一种调试 甚至是我们用这样一种单元测试的方式 来去找代码的错误的 这个也是一种调试 但是我重点要强调的是断点调试 好,那么断点调试 是我们每一个开发者都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你可以听不懂我们之前讲的正折 你也可以听不懂这样的一个背包 甚至你也可以不会用装饰器 但是断点调试必须要会 好,我们一直强调编程最重要的在于 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么除了这个能力之外 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这样一个断点调试 当你的代码出现了bug 但是你有找到问题在什么地方 你抓耳挠腮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那么我希望你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断点调试 好,大家不要怪我啰嗦 反复强调这样一个断点调试的重要性 因为我记得我那回上学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说你可以什么都不会 但是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断点调试 我一直非常认同他的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我这些年编程可以说可以这么说 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写代码 但是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用在调试上 好,那么我刚刚的这番话是讲给我们的 这个编程的初学者的 你一定要对断点调试引起逐步的重视 因为我发现不管我几乎是在每一门课里面 都强调调试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不仅仅是在小程序里 还是在这样的一个TP5的课程里面 我都强调断点非常重要 但是我上次统计了一下 我的课程的提问区里面 绝大多数百分之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问题 都是可以通过断点调试来解决的 上次我抽了点时间 然后统计了一下 同学们在我的课程提问区里面 所提的这些问题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问题 都是这样可以通过断点调试来解决的 大部分的都是这样的一些诸如空止的错误 或者是我们尝试着去读取了一个空止的属性 像这样的一些错误 都可以通过断点调试很好的解决 你们要相信老师他不是神 他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程序员 你的代码里面的这些问题 老师如果要来解决的话 他也只能通过调试来解决 绝大多数的问题我都是通过调试来解决的 所以说如果你自己能够很好的学会断点调试的方法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的这样的一个开发效率将会提高很多 而且关键的是你将通过这个断点调试 逐渐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一门课程的知识没有你想的这么重要 但是培养起自己独立解决和思考问题的能力的话 将是一件终身受益的事情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断点调试的方法 断点调试在Python里面是非常的简单的 好我们直接来演示一下断点调试 我现在在我们的代码的15行和16行各加入一个断点 然后我在这样的一个发起content里面再加入一个断点 好现在就有三个断点了 然后我现在怎么启动我的程序呢 我之前给大家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在这里用Python 像一个Spider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运行 这个是运行代码 但是如果我们调试的话 我们直接在VSCode里面按F5这个键 好按一下 好大家发现什么 这里就有一个光标 这个光标代表的就是当前代码所执行的位置 好然后我这里介绍几个快捷键 启动我们的应用程序的话 是按F5这个快捷键 然后如果我想单步 也就是以此执行一行代码的话 快捷键是F10 大家看一下 好看我走了一行 我又走了一行对不对 好这是第二个快捷键 好然后我说第三个快捷键 第三个快捷键不是单步执行 第三个快捷键是从一个断点跳到下一个断点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 还是按F5这个快捷键 好你看我连按两次 按一次挑这个断点来了 再按一次 好挑这个断点来了 这是第三个快捷键 好然后我手下还有第四个快捷键 第四个快捷键是F11 F11的作用就是可以进入某一个函数或者是对象的内部 好比如说我按下F11 好大家看到了 我能就跳到够函数的内部来了 主要就这四个快捷键 好那么很多同学会问 这个断点条是有什么作用呢 好我们再看一下 我现在位于Sign of Fetch Content 这里对不对 好如果我按下F1的话 我将进入Fetch Content的内部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断点条是最大的作用就是当你把鼠标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停在这个变量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这个变量的状态 以及它相应的属性和取析 这个就是断点条是最大的意义 好那么关于断点条是我就讲这么多 因为讲多了也没有意义 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掌握的 如果你真的想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 那么你以后在编码的过程中 会时常会用到断点条是这样一个技巧 那么我建议你在自己开发代码的时候 我们逐步去体会 查看变量这样的一个好处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